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忽左忽右 我是陈彦良 今天也是非常高兴 又请到了消息之水老师 大家好 我是消息之水 我研究的是日本中世纪以来的历史 比较希望跟大家再聊一聊 是我们上次跟消息老师聊了去年的大户局 2020年麒麟来了 其实我觉得她的大部分的角色演员 都确实演技也在线 但是也很遗憾 因为受到一些外部环境的影响 我们也看到了她的中后半段 大量的一些室内的拍摄 确实也最终也影响到了这部剧的质感 当然不得不提 就是长谷川伯吉 她做饰演的明治光秀 也确实存在感比较薄弱 非常薄弱 应该是史上最薄弱的主角了 对 当然我们上次请到消息老师 还有吕丽老师 我们一起聊了聊战国时代 也聊了聊围绕战国时代 但是最广为人知的那段时间 像本能四之变 志田信长 明治光秀 围绕他们产生的这种阴谋论 以及这些历史上发生过的这些事情 而且我也发现 我们的听众里面 确实有不少人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 我想是战国那个系列 我们接下来肯定还是会做 但是今天请到消息老师 我们来开一个新的坑 我们来聊聊近代的日本 我们的切入点是什么呢 我们找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切入点 也是跟消息老师去年出的两本书有关 一本名叫明治日本建构史 这个大家一听名字就可以有一个直观的感受 这是在谈一个后世如何去重新建构明治日本 这么一个主题 然后另一本书 这个就跟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 是有直接明确的关系了 名叫菊文大和会 它的副标题是日本近现代天皇简史 虽然我想我们听众肯定人人都听说过天皇 也大概对这个称谓 以及它背后所指代的这种权力形态略知一二 我想可能对于很多人会认为天皇就是一个 无比崇高的存在 以及它的权力意志 虽然我们一直在说日本的宪法 它和普鲁士宪法之间的关系 大家会认为天皇是否在日本近代史上 就是发挥着所谓的叫如必实质的这么一个 绝对权力的绝对力量的作用 但现实或者说历史上发生的往往不一定是这样 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 当然日本的天皇制度也是历史悠久了 不可能从头开始聊 我们从什么时候聊 不如从日本近代历史上 我觉得最重要的黑船事件 1853年佩里舰队来到日本 那会儿的 因为我知道当时当家的肯定还是幕府 江户幕府 当时的一个天皇 他和幕府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子 当时1853年黑船来行的时候 其实整个日本当时还是处于江户幕府的统治之下 江户幕府的统治者当时是12代将军德川嘉庆 这个就是黑船来了以后 当时很有意思的一个桥段 我也在书中引用了 什么呢 就是有一个美国的使者 把自己的一封国书 然后递给了日本负责这件事的官僚 底下的一个小官 然后这个小官拿过来以后 他发现这上边有两个荷兰语的单词 因为当时日本跟国外在进行交流的时候 他只和荷兰进行交流 所以说外国人知道这件事 他来到日本以后就给他写了一个荷兰语的国书 然后这个荷兰语的国书里边就提到了两个词 第一个词就是皇帝 荷兰语就是开字 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大臣 负责的大臣minister 拿到这个国书了以后 日本的小官吏就按照惯例给他标上了 在这个开字旁边标上了一个什么呢 将军 然后在那个minister旁边标上什么呢 标上老忠 相当于当时的这个最高的义政官 就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 我不管你西方是怎么定义皇帝的 怎么定义什么大臣 在我这日本对外的邦交 这个皇帝就是幕府将军 他是代表了整个国家的 而天皇并不代表国家 所以说实际上佩里1853年来了一趟 然后1854年2月的时候 他又来了一趟日本 他一共来两趟日本 两趟日本跟日本签订了这个不平等条约 让日本开国什么的 但是他来了两趟 一共待了小一个月的时间 根本就不知道日本还有一个天皇 他以为日本只有一个将军 这个将军当时对外叫大军 大军在日语里叫做太坤 后来这个太坤被英国人给借过去了 大亨 地产大亨 什么铁路大亨 对吧 就是那个大亨 所以说就是可以看到 当时日本人的认知里边 他并不认为说 这个天皇就如何如何 实际上就在当时来说 就算天皇本身 他也不叫天皇 当时天皇恢复天皇这个尊号 他不是在日本历史上一直延续下来的 现在虽然看日本到现在是126代天皇了 目前是第126代天皇 但是他在中间有将近四五时代天皇 他实际上天皇这个尊号是被拿掉的 那些人不叫天皇 而是叫什么什么地或者什么什么院 比如说平安时代的那会儿的什么白河院 白河地 咱们现在叫白河天皇 或者叫什么白河法皇 他可能一生当中从来没使用过天皇这种尊号 他从来没使用过天皇这个尊号 而且天皇这个尊号基本上是断了将近1000年的时间 这中间只有几个人断断续续的使用过 除了几个人之外 上写的人都不叫天皇 所以日本人就是你刚提到特别重要的一点 就是天皇这种尊号 其实并非像我们今天可能通过这些大众的通俗读物那样 所理解的 真的就是贯穿了日本的1000年的历史 他中间断过如此长的一个时间 他是不是就是在光阁天皇手上 把这个名号给要回来了 对这是光阁天皇确实是一个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 光阁天皇是一个生活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这么一位天皇 然后这个人呢 把断绝了1000年的这个天皇的尊号 重新拿回到了自己的手上 为什么呢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当时在幕府来看 幕府在18世纪到19世纪 这个历史转转期的时候 幕府也经历了非常非常大的动荡 首先一个最大的动荡就是当时1783年开始的 日本所谓的这个叫天明大激谨就是饥荒 当时这个饥荒在日本持续了10年以上 不完全统计啊 日本的人口是锐减了20% 当时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自然灾害事件 各地的火山都喷发呀 寒潮持续的涌来天天的干旱 干旱之后马上又是洪灾 就是所以这种事情就在当时来说 对幕府它的存在 其实形成了非常大的冲击 就是当我们遇到了巨大灾荒冲击的时候 其实很容易就会出现什么呢 出现一些我们需要一个精神上的信仰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一个精神上的信仰 来帮助我们挺活这段时间 尤其对于古人来说就更是这样 而且在之前的1779年还是80年 在冰岛的一座火山也喷发了 隔这么远 当时也喷发了 这就是当时形成了18世纪到19世纪 一个巨大的寒潮 这个是全球覆盖整个北半球的一个寒潮 而这个寒潮在欧洲就引发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 因为当时连年轻足 其实很简单 人就是我只要有吃的有喝的 我饿不死 我就不会想去颠覆什么政权 或者去革命什么的 但是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 我快要饿死的情况下 而且又来了这么多 然后所以大家才会觉得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爆发革命 他会认为就是人祸 那人祸是什么呢 那就是你们地主人在欺负我们 在日本也是这样 日本就会认为是你们这些当官的 幕府你在弃压我 所以他们就需要这样一个精神的信仰 然后幕府也需要这么一个精神的信仰 如果幕府没有在当时找到一个精神信仰 那幕府可能也会在18世纪末就会被推翻 这在当时是一个特别大概率的时间 就是确实形成了一场政治危机 所以当时幕府选择的这个方式是什么呢 也特别简单 那就是复活天皇后 把断绝了1000年的天皇后 重新复活 这有点后来那种大政奉还的意思 先把你这个名字给奉还掉 我先把你的名字给你拿出来 而且确实当时呢 就是光阁天皇又是一个特别努力的人 就这个人一辈子都特别的某着劲 你可以感觉到这个人一直到他去世之前 他都特别的坚定 就是我一定要恢复那些断绝了上千年的 包括天皇的礼节 包括国家的礼仪 我全部都要给他恢复过来 那我觉得他这个人就很奇怪 那为什么到18世纪末 这些事情离他这么远了 就这么一个人要某着劲 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恢复掉 跟他本人的一个什么成长经历 教育背景有关系吗 一个是很有关系的 就是跟他的出身有关系 光阁天皇他的祖先里边 上一个当天皇的人是他的四代祖 他的那个四代祖先生的长房 长房然后下来的这一波 到了第四代第五代断绝了 然后他的次房 然后到了他这 他实际上一直是个亲王家 贤院宫过来的 他是贤院宫美人亲王的儿子 这个等于说他实际上离主流的血统稍微有点远 这就造成他一上来 很多人不听他的 所以说这种人 他就更需要用这种古代的礼仪 然后来帮助恢复自己的权利 就是你的礼仪多了以后 搞的事多了 更多人会听你的 就是就很微妙 就是权利的搭建 就是这样子一个微妙的过程 组织行为学 对对对 是这意思 就是有时候你组织一些宗教活动 也很重要 你能把这些人组织起来 这本身就是一种能力 那么像比如说光阁天皇 他恢复了这个 比如说天皇的尊号以后 那个年代的 比如说天皇 他们还是住在京都的 京都对 就是他们实际上是很难去参与到实际的日本政治当中吗 是的 当时是这样 就是幕府给他们也是设定了很多的门槛 首先是把它圈在京都 你没事不要出来 国务有我们在江户 也就是现在的东京处理 东京距离京都是吧 小500公里 这么长的一段路 你也不可能天天过来 那就是说如果你有事 你想怎么办 你有事 你想跟我说 你怎么办 你也不要着急 在京都幕府设置了一套官方的戏图 叫做京都所思代 可以理解为幕府驻京都特派办事处 然后天皇自己的下边也会设一个专门对接幕府的 叫做武家传奏 天皇有一个对幕府的官 幕府有一个对天皇的办事处 然后这两个边之间去接触 就是你有什么事你跟他说 甚至于江户的幕府将军 也是有200年左右的时间 没有在京都见过天皇 没有在京都见过天皇 倒数第二个见过天皇的人是 就是德川家光 那也很早了 很早三代将军 然后一直到第十四代将军家暴 才又一次见到 就中间的人 这些我可当了一辈子将军 就不去 也没见过 也对那哥们没好奇 好奇可能有好奇 好奇还是挺多的 经常没事写一写东西什么的 但是总体来说 就把他放在一个很偏远的位置 天皇也不从事任何的具体的工作 确实是个闲职 对 我很好奇 就是这种完全被架空的状态下 我如何向民众解释这个事情的 你又要让他变成一个 就是民众心理的一个 民意上的最高统治者 因为当时的京都的民众 其实有点把天皇当成一个神来供奉 就比如说在天明大积景 当时出现的时候 有的京都的市民 就自发组织起来 开展了一个活动 就是绕着皇居周围转圈 然后他们绕着皇宫 每天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然后走完了以后 他们可能绕了十圈 然后扔一把硬币 啪往里边一扔 就跟日本人 现在这个状态差不多 就觉得这是一个圣地 所以你也可以把理解成一个 政教分离的这么一个社会 世俗政权是掌握在将军手里 宗教事务的首脑 天皇还是 但是天皇又不像教皇一样 你说教宗他是有绝法权的 你哪个领主不听我 都把你开除出去 但是日本又没有这种 他又没这种权利 你说你天皇神道教 你说你是教徒也不是 实际上在日本 也没有神道教这个称呼 他就叫神道 就有点像中国也是说儒家什么 也没有说 对 没有儒教这种说吧 对 神道也没有神道教这种说吧 对 是这样 其实天皇也有一个身边的这么一个班底 就是所谓的公家 或者公亲这些群体 当然我们其实也知道像 比如说像风尘秀吉 他们自己也担任过 像官白 后来也比如说升格为太政大臣 像这样的一些职位 撇除了像风尘这样的一些实权派来担任的话 在历史上这些人在政府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他也跟天皇一起靠边站的吗 还是说他们能参与一些幕府这边的一些世俗事务 就是日本是这样 我大概解释一下 就公亲里边分为两种官 一种叫做令治官 一种叫做令外官 令治官就是说在90世纪左右就已经确定下来的 这一套成熟的官僚体系 学习了中国唐代的 然后但是后来随着日本自己的发展 他们有国情 根据自己的国情又设立了一堆别的鬼 这个叫令外官 就是他不在最早的范围之内 太政大臣是属于令治官 但是像官白就属于令外官 包括设政 像这种令外官的话 就是因为传统的官僚找不着他的位置 所以设立了一个令外官 所以其实就是令外官比令治官更重要 所以为什么风尘旧击当年一定要当官白 反而其实太政大臣 太政大臣像是一个虚弦 然后一直到了江户时代 到江户时代以后 大家其实都没权利 但是官白由于操控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点 就是对接幕府的五家传奏 五家传奏是直接向官白负责的 所以说官白多多少少是有点权利的 我卡着这条道 跟幕府的沟通 跟幕府的沟通是归我的 那么官白到底由谁来担任 这件事情实际上也是由幕府说了算 幕府希望找一个亲幕府的人 来担任官白 所以说后来到了幕末 就是幕府和京都朝廷之间 已经呈现出白热化趋势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官白还是站在幕府这边 既然萧熙老师Q到了幕末的江户幕府 和京都的以天皇为代表 朝廷群体的对立 我想我们就可以来聊聊这一段 这是发生在孝明天皇时代吗 是的 孝明天皇时代 也就是所谓的黑船事件之后 黑船事件以及它背后带来的开国 这种要求是如何让朝廷和幕府产生冲突的 这个事首先是什么呢 它是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事情就是首先 孝明天皇本人对于外国人特别反感 他是个排外的 他特别排外 但是他排外的原因非常简单 他不是因为有什么理念上的排外的原因 就是他就是被吓着了 而且吓着他的人不是美国人 吓着他的人是俄国人 当时有一个俄罗斯的舰队 然后当时那个舰长叫普夏金 他当时来航日本是在1854年的时候来的 就在美国之后 美国先来他后来 他其实本来1851年就想来 如果是他先来的话 就变成他是黑船来好 然后这个普夏金一直想来 但是当时的这个俄国皇帝 就是不太想让他来 说你先别着急 我这边还打着克里米亚战争呢 对1854年 对吧 我还打着战争 后来他不顾一切 我非得要去 去了以后 然后他把船并没有开到江户那边 他把船直接开到大阪 也就是开到了靠近京都 大概差不多50公里左右的地方 天皇就被吓着了 所以当时天皇想的就是 我能不能赶紧跑 他都给自己规定了一个完整的跑的行程 这么怂的吗 对特别怂 然后他自己都在想 我去了伊士神工 我要吃什么 他主动把每天的饭量减了三分之一 就可能确实悠悠惯了 就是他在京都待的时间 待的特别长 身边都是很安全的东西 突然来了一个 让他感觉非常不安全的东西 所以他对我非常排外 这一点可以说是京都朝廷和幕府 之间的一个特别大的冲突点 永远没有办法说服上明天皇 第二个重要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当时的壤仪制式 就底层的这些武士 这些武士他早就不满意幕府了 他对幕府的不满是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都认为 比如说江户时代是一个大地主 欺负小农民的这么一个时代 总体的这个构架是对的 但实际上当时有一拨人 是处于农民和大地主之间的 就是这些底层的武士 这些底层的武士 他有武士的身份 他看似很高 别人出去的时候都叫一句 武士大人 也是老爷 也是老爷 但是问题在于他没有什么钱 过的日子就很穷 这个其实就是像龙马传里面 版本龙马这样 当然土佐的情况比较特殊 他还分什么上市下市 其实不只是土佐 上市和下市这种分法 在日本全国的各种地方其实都有 而且越是偏远越是严重 你比如说萨摩 萨摩就分成了十等 他们有十个等级的武士 你像大九宝李通 像西乡龙胜这样的 他们是排在第九等 版本龙马实际上下市里还分 龙马属于下市里还算可以的 他属于有钱人 他属于有点钱的人 他们家做生意的 所以就还行 他们我给他起了一个名 就这种人叫做边缘利益阶层 什么叫边缘利益阶层 就是说在成平时代 太平盛世的时候 这些人被拉入到了权力队伍里 干一些非常细之末节的活 比如寄计账 帮人安排安排事 也可以算成统治阶级 你也可以把它归为统治阶级 但是这些人很脆弱 就是一到比如说有饥荒 或者有逃难的这个时间的时候 他们过得很有可能就会马上 把他们扔到农民那个里边去 他们很容易变成农民 所以说这些人 他们的危机感非常强 他们的危机感比一般的农民还要强 因为农民他感受不到 反正对于那个时代的农民来说 卖儿卖女就很平常 我今天村子里死了几个人也很平常 他也不会想到去反抗 然后真正想反抗的 就是这些边缘利益阶层 过过稍微好一点的日子 但是经历了阶级下滑 接历了阶级下滑 接历了消费降级 然后他就不愿意这个样子 他就想去反抗 他想摆脱这种命运 这个时候幕府下了一个令 我要开国 这个时候所有的这些边缘利益阶层 都觉得你既然开国 我就要反对你的开国 而且正好京都的天皇不愿意开国 我们就可以拥护天皇 有了大义 我们有大义名分 所以像屠左有屠左秦王党 对吧 是说的很明白 我们秦王对不对 援助天皇陛下 他们把天皇当做了一个 捧在手里的这么一个人物 那唯心之士就觉得挺好 我有这么一个人物 我就可以实现 我可能下一步接近跃迁的这种可能性 所以说在当时来说 这些人就逐渐拥立着天皇 这个势力就崛起了 所以我一直在说 就是天皇名义上的权力 然后加上这些维新知识 他们实际上的这种军事暴力 然后两方结合起来 形成了一个很强大的 这么一个政治势力 就反幕府的这么一个政治势力 反幕府的政治势力 尊皇的思想 加上攘夷的思想 但似乎他们都是很反对 开国的思想 这个又在跟我们在传统 比如说我们在中学教科书里面 学到日本那一段的时候 至少我想大部分中国学生 通过这种教科书的简单认知 会形成一个非常粗糙的一个判断 好像认为幕府是反对开放的 传统的像萨摩藩 这些长洲藩 这些是主张开国的 于是整个的明智维新 是一场主张开化的思想的力量 击败了这种守旧秩序的这种力量 但是这个好像跟我们刚聊到的这种对立 又非常不一样 我觉得可以聊一聊 你说是开化的思想 战胜了封闭的思想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错误 但是我觉得不能特别简单的归结到 就是幕府就是封闭的 或者幕府就是开国的 其实这个事情双方都是有一定的取舍 就是幕府是迫于世界的压力 他想要开国 他想要把自己的国门打开 跟西方去做贸易 这没有办法 对方你军事势力强 对吧 我不可能不开国 然后但是另一方面 幕府也在想 就是我在开国的过程之中 怎么尽可能的继续保全我的权力 这是很简单的套路 然后底层的这些老百姓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 一方面确实有那么一拨人 见着外国人就想砍 但是更多的人 其实他的想法是 攘移固然重要 砍外国人固然重要 但是这是我反对幕府的手段 如果我能通过别的手段 把幕府干掉 我就没有必要特别去坚持 攘移这件事情 所以你会发现 攘移这个事 也就是在开国之后 差不多10年左右 闹得比较凶 然后基本上在1863年之后 就没有人搞这个事 大家都觉得这个事情很low 真的就是很low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上街没事 跟人砍了砍去的 没什么意思 而且这个事当时是这样 当时就是有人就提过这件事情 你像九板玄瑞 也好 像这个寂天松阴 这些人都曾经提过一个概念 就是开国和攘移的 不是一个对立的概念 开国是我要跟世界上做贸易 做生意对吧 攘移我是要干掉外国人对吧 那我可不可以搞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我开了国 我做到比你们世界上 所有的人都要强 然后我把你们干掉了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攘移呢 这就是寂天松阴所说的 就是大攘移和小攘移的区别 就是你们坚持的 有一个外国人来 我就把你砍掉 这叫小攘移 但是我把日本强大起来 我什么都比你强 什么都比你好 我们老百姓过得比你也好 你们谁也打不过我 这种叫大攘移 变证法来了 否定是否定了 基本上就是 你也可以看到后来的日本 就是在二战以后 其实走就是这条路 让日本成为一个 大家都喜欢的国家 这就是所谓的大攘移思想 然后后来其实大部分的 一开始嚷嚷着攘移的这群智士 他们都接受了大攘移思想 所谓的大攘移思想 你就看跟开国 其实没什么区别 也就是幕府坚持的是开国 然后那些西南雄藩 坚持的其实是个大攘移思想 所以双方其实就没有矛盾了 所以说唯一的矛盾就是 你看这个人到一个什么位置 黑船来航之后 十年左右 这个时候 这个时段是什么呢 是木末 我刚才提到的 像班本龙马 像什么大九宝里通 像西乡龙胜 这些底层的智士 他们在往上爬的过程 所以这十年 他们的表现就非常激进 但是到了1862年63年 这些人的位置稳固下来了 他们逐渐开始变成高级武士了 所以这个时候 他们的想法就开始和江户的 这些老爷们差不多了 开始有相似的想法了 变修了 变修了 差不多了 变修了 所以他们就变成 小攘移就变成大攘移思想 是 因为班本龙马很著名的 就是希望协调这种 西南墙藩和江户的矛盾 对 是的 有了大政奉华 是的 所以我们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 也会发现 各方似乎都是对这个事情 有一些比如谨慎的处理 幕府也没有选择 特别激进的一个方式 最终江户也是无屑开城 对 是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想知道像孝明天皇本人 因为你刚提到 他的这种对洋人的反感 他这种攘移思想 其实多多少少 是被这些地方派 你说是利用也好 还是说 当成一个依据 也罢 在这个过程当中 孝明天皇本人 有获得过一些实际上的权利吗 这么说 就是孝明天皇对于这个事情 他有双重的恐惧 第一种恐惧 就是他恐惧外国人 第二种恐惧 就是到1863年的时候 他开始恐惧在身边的人了 为什么 他在之前 他恐惧的 比如说是俄罗斯的长毛人 然后过来 就他们觉得这种人很可怕 但是对于孝明天皇来说 过了几年 他就发现最可怕的 也不一定是这拨人 更可怕的是什么人 是他身边围绕着他的这些 所谓壤仪派公卿 这些宣传壤仪派的公卿 他们其实也是想借助壤仪这件事情 来反对幕府 来给自己攫取权利 这样的话 在1863年的时候 就引起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件事情 所谓的 孝明天皇当时下令给将军 德川家冒 告诉你 要在1863年 农历5月10号的时候 对全国的 驻扎的所有外国人一起开战 听上去很中二 跟老佛爷水平差不多 对 差不多 对某某某国宣战 对某某某国宣战 就啥说这个 对所有的洋人宣战 对所有的洋人宣战 基本上就是这样 所以也挺奇怪的一个事情 但是这个事情 是不是孝明天皇本人的意思 我觉得有一部分是他的意思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一部分是 京都朝廷想要逼江湖幕府 去干一些事情 江湖幕府很聪明 他没干 后来只有一个反干了 就是长州反干了 长州反他用他的炮台 轰击了当时路过的一个 美国的商船 给打沉了 然后后来招致了四国舰队炮击常温 所以当时来说 就是孝明天皇他认识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他觉得 我这么去跟外国人直接开战 好像也不太行 然后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什么事 他身边的让一派公卿 有一个人叫做三条十美 这个人后边还会出现 这个人一直活到189几年的状态 三条十美这个人 他当时就很激动 天皇陛下 你看咱们让幕府5月10号约好了 全国一起让 结果他们谁都没动 只有长州反动了 剩下的幕府人都没动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们不尊重你 那么不尊重你怎么办呢 那你就应该 直接带着兵去 讨伐这个幕府的军队 那听到这 我觉得大家就可能就理解了 相平天皇也没有傻到这个份上 自己手里一个兵都没有 然后我就跟你这个幕府 去直接正面 刚刚之不可能了 但是这个三条十美 他不但不这么想 三条十美还强迫着 把这个相平天皇 给拉到轿子里边 摁着他 跑到了京都的各个寺院 各个神社去参拜去祈祷 然后做出一副 要跟幕府全面开战的样子 这件事实际上 相平天皇就更紧张了 因为相平天皇很明白一个事 就是说 外国人对于他来说 是一个比较远的威胁 但是幕府想要弄死自己 很容易的 所以相平天皇就在这又怂了 他也不想真的跟幕府撕破脸 所以说 从这以后 他就彻底倒下了幕府 所以其实灾难之后 虽然一开始 整个事件的起因 是因为相平跟幕府之间 出现了矛盾 但实际上在整个事件 我们也发现 其实已经脱离他的控制了 可以说岛墓运动 风起云涌 其实相平本人 反而已经更亲近幕府了 对 因为相平自己发现一个问题 就说白了 他是个特别怂的人 后边的明治天皇 我也想说 就明治天皇也很怂 也很怂 就是这几个天皇里 就是没有几个是 可以说是硬汉 可以说没有一个是硬汉 我觉得这也很正常 没有一个带过兵 对 你想他们从小 也是长在深宫之中 对 其实说白了就是这样 就是一群很患多患失的人 我就是普通人 而且你也不是说 你像幕府江就那样 从小被当成一个 实际统治者来培养 对 没见过那种大场面 对 你参加的都是一些 宫中仪式什么的 也都说 那你不可能有什么 特别大的这种想法 所以相平天皇 基本上来说 他有他的想法 但是他后来 基本上就是跟着实事跑 所以也是一个 就是被这个时代 给裹挟了 所以这也就是 为什么后来 维新的智识 他们在建构 明治时代的天皇制度的时候 他们一定要把天皇本人的作用 尽可能限制到最小 因为他们发现天皇太不可空 就是天皇你这个人的性格 你不一定是个非常强的性格 这个其实有点那种 后来20年代 天皇机关说的味道 对 有点这个意思 你天皇本人怎么想不重要 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表达出来的想法是什么 是 对 很有意思 我们这孝明 后来是年纪不大就去世了 对 30多岁就没了 暴毙 那继承他的就是 大名鼎鼎的 明治天皇 我多说一句 围绕肖明天皇的死这件事 其实也挺蹊跷的 很多人怀疑肖明天皇是被毒死的 为什么 因为他偏向幕府 他跟着实事走 但是当时来说 推翻幕府已经是一个 很多人心目中的想法 对 尤其又是举着你的大旗 尤其又是举着你的大旗 然后你站出来 反正好像很奇怪的样子 所以说有人就是说 那就把弄死吧 当然是不是毒死的这件事 我在书里也写了 想验证这件事 唯一的方法就只能开关验尸 他们是不是都在 那个武藏野的陵园里 肖明应该在京都 但这个应该很难实现吧 不可能 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 你专门为了去验证这么一件事 肖明天皇怎么死的 其实这件事情不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他死了以后 继任的明治天皇是一个小孩 还是一个16岁的孩子 16岁 而且有记载 就是明治天皇在 他继位之前4年 正好京都的爆发了 这个禁门之变 在禁门之变的过程之中 明治天皇 看见这个刀光剑一样 他就吓晕过去 你就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受过心理创伤的孩子 对吧 对 虽然今天的人 可能在回溯明治那个时代 是跟很多那种昂阳上上 进取精神 这种 对吧 开拓万里波涛 这种不国为于四方的 甚至用大帝来形容 明治大帝 但真实中的明治 很可能和这些 各种光环嵌套的 叫做明治天皇的政治符号 其实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 就是我也一直在提到 就是明治天皇叫牧人 对吧 叫牧人 然后 其实牧人和明治天皇 可以看作两个人 就是明治天皇是一个 是日本国的象征 是日本需要为自己 打造出来的一种象征 日本特别需要一个 强势的君主的形象 告诉大家 我们日本是万事一系的 我们是伟大的国家 你们是陛下伟大的臣民 我们拥有一个像 普鲁士国王那样强大的 强悍的军事战略专家 但是这是一个外壳 这是一个政府想告诉大家的东西 但是真正的牧人 他撑不起这么大的一个盼 他还是一个曾经被刀光剑影 吓晕过的一个小孩 就是这样的 就是牧人这个人 他更像是这个时代的旁观者 就他没怎么参与过 明治时代的大政方针的决策 甚至于明治天皇 就是在明治维新成功了以后 明治天皇发的第一篇诏书 那个诏书是什么呢 那个诏书的内容 首先不是他起草的 是他的身边的这个幕府的志士们起草的 幕府志士起草了一个诏书 然后这个诏书起草了以后 由他的叔叔 那个毛笔字写得很好 然后交给他让他念 他就这么一个功能 就是你要把他念出来 所以某种意义上 他相当于一个什么呢 他相当于整个日本这个国家的一个脸T 就在出张脸 出个声音 能念出来就行 真的是脸T 这就是明治天皇一开始 因为孝明天皇给大家一个特别负面的例子 大家会发现我们这么崇拜的天皇 我们当做宗教领 当做神一样崇拜的天皇 比我们还懦弱 对吧 孝明天皇是一个随风倒的人 孝明天皇你今天讨厌外国人 然后你就让一 明天你就喜欢幕府 然后你就投奔了幕府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摇来摆去的 那我们就死了 你可能坐在上面 你没有感觉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底层的知识来说 你就是我们救命稻草 同时也可能是我们杀头的这个刽子手 对 所以说对于这些底层的知识 再去建构这个明治帝国的时候 那他们就要想 我们可能确实需要一个 对于老百姓的宣传的时候 确实需要一个明治达地 但是我们在日常在做事的时候 千万不要有一个皇帝来指挥我们 是 就不能让你发挥那么大的一个作用 所以明治天皇也是这样 就是他在成长和这个建构的整个过程之中 就在这个明治的这个国家 一点一点一点 一砖一砖的搭起来的时候呢 明治天皇在前十几年的过程之中 他一直被排斥在外 直到后来 我一直在说 明治天皇其实有一段时间 他也对政治的这个形态 有过一定的很主动的一个作用 是发生在1880年到1890年之间 这十年是明治天皇 个人意志和国家改革结合最密切的时候 因为这个时候遇到一个事 整个明治政府也遇到一件事 什么事呢 特别简单 就是像西江龙盛 大教堡里通 这个慕呼笑语 就这些咱们听过的所有的优秀的三杰 这个明治国家的开创者 在1880年之前全死了 死掉了 甭管是怎么死的吧 对 有被刺杀的 有被刺杀的 有自杀的 自杀的 叛乱了 发生自杀的 西江龙盛 对吧 然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 就第一波人全死了 而且死的原因 基本上都是因为自想残杀 那大教堡里通 是被自己人刺死的 西江龙盛 叛乱 慕呼笑语也是被自己人逼的 对 是吧 大家都是死在一个非常憋屈的状态下 那到了1880年这个时候 整个明治政府呈现出一个什么状态呢 那就是没有一个领导人 能够领导起所有的派别 这个时候的政治派别是打散的 可能大家会觉得就是有什么常州阀 有什么萨摩法 土佐阀 肥钱阀 这些确实也都有 每一个阀都有自己的一拨人 一拨势力 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站出来 我领导所有权局 再也没有像大教堡里通那样的 大教堡里通那样的 确实出现了一个在中央的一个真空状态 权力真空的状态 而针对这个真空的状态呢 有很多人想去争 最典型的就是伊藤博文这样的人 伊藤博文代表的是常州派 有一个黑田青龙 他代表的是萨摩派 然后呢 土佐派这边是在民间的百元退驻 然后这个肥钱这边呢 有一个叫大威重信 这样的一些人 也都是大佬 政治派别 就基本上算是二代大佬吧 然后呢 这些二代大佬 其实比一代可能也就小过五六岁 但是呢 因为他们好像保养的比较好 就这波人活都特别久 是 七八十岁 林智那一代的元老啊 特别人就是长寿 他们这个真的集体都很长寿 除了可能被刺杀掉 或者意外死亡 包括像那个谁 那个西元寺公望 那一直活到 89岁 一直活到1940年 对 40年代 你想想那开玩笑 所以说这个也是特别有意思 然后在那段时间 就出现一个权力的互相争夺的状态 那这个时候就有明治天皇发挥作用的时候 明治天皇这个人就可以说很精明 也可以说他也是被时代裹挟的 就是除了我上面说的这四派之外 其实有很多人是被这四派排斥出来的 有很多人就是我可能是长州派的人 可能我出身于长州 但是因为我跟伊藤博文的个人关系不好 导致我被排斥出去了 属于这种失忆派 失忆派 就有非常多这种人 那这种人都去哪了呢 就都去了宫里 都被扔到了皇宫里边 因为当时的大家都一致认为 天皇不是个很重要的角色 天皇身边那群人呢 也都不太重要 所以他们就把这些不重要的人 都扔到了天皇身边 但是他们就没想到 天皇跟这些人之间 也出现这些化学反应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明治天皇 你不管怎么去削弱他实际的权力 你对外你必须要承认 他是这个国家的最高君主 他天皇的这个位置 是一个最高的君主的位置 他的名义是有权力的 虽然他不一定能用 这些失忆的这些人 你看着他失忆 但实际上他也有自己的政治能量 可能每个人很小 所以这些人全都扔到了宫里以后 他聚在了天皇身边 然后跟天皇的名义的权力合在一起 他的这个权力就被放大了 所以当时就形成了一套 日本学界所谓的宫中集团 你可以理解为宫廷派 这个派别是可以参与到 这个实际的政治之中 而且它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而且你会发现 就是近代很多国家 在从这个绝对君主制 向着君主立宪制 转型的过程之中 都会出现这种所谓的宫廷党 英国也是 其实内阁制 内阁这个词最早不是一个好词 内阁制就是cabinet cabinet是小屋的意思 最早他说这个cabinet 说的不是内阁 说的就是聚集在国王身边的这群人 而且是一个小团体 最早大家都是围着国王开会的 然后突然国王不跟你们所有人开会 他就叫四五人 到小屋里 所以这个cabinet最早的意思 其实是就是密谋的这群人 然后后来英国干脆 把密谋的这群人制度化了 他就变成了咱们意义上的内阁 所以日本也是这样 日本也有了所谓的宫中集团 你可以理解为宫廷党 但是这个宫廷党 它又跟其他国家不太一样 最大的不一样就是 它的这个君主 是一个真的没什么见识的人 同时也没什么能耐的人 所以没有什么能耐的结果就是什么 那就是这些权力 就被下放到了这些 有一些实际斗争经验的这些人 这些失忆的人 正是身份是一个宫中的某个官员 可能比如宫内大臣 宫内次官 很有可能宫内一个小职员 或者说是天皇身边的这个市长 就是一个讲习的 行走 行走 上书房行走 就这么一个人 你听出来官位 可能不觉得他有什么 但他实际上就具有很大的能量 因为这些人 他们承担着给天皇 讲授各种知识的这样的义务 比如说有记载 就是他们讲学 经常是在晚上9点 晚上7点到9点的话 那天皇基本上就是一边吃饭 一边跟你们聊聊天 有时候吃点零食 喝点茶 喝点酒 跟你们聊聊天 那肯定在听完你们讲了以后 天皇就会问问题 那天皇问的问题都是什么呢 那一定就是跟国家大政风筝有关的 更主要的是 这些宫中集团这些人 他知道你天皇爱问问题以后 他在讲事的时候 他就故意的拿一些引子引你问我 只要天皇你问我 那就是天皇的下问 对吧 对 欲下问 只要是欲下问 我就必须回答 那拿着天皇的欲下问的回答 我就可以去怼 伊藤博文这样前台的这些人 到最后你把工中集团 如果你把它看成一个总的壳来说 你把工中集团连在着天皇 套在一个壳里 如果你套在壳里 你会觉得这个壳是一个挺有能量的壳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壳打碎 你去看他们每一个人 你找不到这个 这个决策是从谁来的 没有一个特别有能量的人 找不出来 没有一个特别有能量的人 这就是这个东西非常有意思的点 它也是日本政治 包括到现代也是这样 比如你把日本内阁套一个圈 你把自民党套一个圈 然后你会发现很有能量 但是你真的拆解开 比如你问 菅义为有什么能量 你好像找不太出来 你想最近安倍首相对吧 这可能就回山口了 已经没有安倍首相了 兼首相 兼首相 像我们其实刚刚提到 就是在80年代之前 可能整个的一个像天皇游戏 像末人本人 明治天皇 他可能其实对整个的日本国内的决策 也无法发挥太多的一个作用 太多的作用 那是不是其实跟这种 比如说我们知道像明治 比如说在木末 有些特别大的事 就是大政奉还 对 大政奉还某种程度上 其实在那么多年的时间里面 并没有真正的实现过 对 其实到后来也没怎么实现 即使是幕府体制 已经被彻底打碎了 对 即使这些人已经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 更光明的明治时代了 但其实所谓的大政奉还的这一套 可能还跟那会儿没什么差别 我特别想说的 就是每一个国家 都有自己的政治逻辑 就是所谓的政治逻辑 这个东西 它不随你 就是你每一代政治家怎么想 你可以去看 就是每一个国家 都有自己类似的政治逻辑 我就老想举俄罗斯一个例子 就是宫廷政变 对吧 对 一代一代 老婆杀老公 儿子杀老子 就是各种互相杀 杀来杀去杀来杀去杀来杀去 到后来你说苏联时期 对吧 也是一个政变 接一个政变 就是有的时候 它不是随你信仰什么 或者说你的个人的想法是什么 不是随你这个去变 它有时候是随你的 你的历史逻辑 历史上的惯性 是有这个东西存在 就有点像基因问题了 有点可能有点这种意思 当然这个基因不是人类的基因 而是编码在你可能 你的最初的这群人的这个里边 你可能找不到它的原型 包括日本也是这样 就是我在提到日本 你看现在日本天皇完全没有权力 权力全部在首相这边 然后有的时候 你会发现首相可能也没什么权力 然后那么这个权力都在底下的大臣 或者甚至是底下的官僚 甚至是官僚底下的官僚 然后你再往前去倒 倒到明治时代 你会发现好像明治天皇也没什么权力 然后明治天皇没什么权力以后 然后明治天皇身边的这群政治家 很有权力 你再往前倒 幕府时代就是幕府将军有权力 天皇还是没什么权力 你再往前倒 天皇没什么权力 藤原射官家 是吧 射政官白 这些围绕在天皇身边的亲戚 这些高官 他们也是有权力的 再往前倒也能倒到 在奈良时代 就是差不多六世纪七世纪的时候 六世纪七世纪的时候 这个时候天皇还生活在奈良盆地 然后他身边聚集的 都是当地的部落士族 这些部落士族是选举天皇 当时的天皇不完全是实习的 它是一个有选举的过程 选帝侯 对 有点这个意思 有点这个意思 你看谁也是 神圣龙马帝国也是这样 然后有这种选的意思 他是怎么选 就是把所有具有皇室血统的男女的都可以 都摆在这 完了以后 大家根据他们的实际的情况 这个人比较贤明 这个人也比较贤明 那我在这两个贤明的人间怎么选 那就是他是我妹妹的孩子 那我选他 他曾经对我有帮助 那我选他 然后大家选 选完了以后 最后推举出来一个人 然后作为天皇 当时还叫大王 所以这个是奈良时期的一个状况 你就会发现 那这样的话 那你说实权在谁手里 能在天皇手里 很难对吧 像神圣龙马帝国也是一样 神圣龙马帝国 那实权就不可能在 这个龙马帝国皇帝的手上 那就在选帝侯的手上 所以为什么就会有了德意志猪邦 德国为什么就会 巴拉巴拉散成那个样子 所以日本也是这样 只不过日本可能没有那么大 倒的这个奈良时代就是这样 那你在奈良时代之前 你再往前倒呢 你再往前倒 有没有更古老的记载呢 是有 咱们的三国志上也有记载 这个三国志怎么记载呢 三国志里面曾经记载过一个女帝 叫做卑弥乎 卑弥乎 就大家如果玩那个什么 无伤大蛇 可能会见到这个女的 卑弥乎 叫Himiko 然后这个卑弥乎 她是女帝 但是在三国志里的记载 就很有意思 就是这个女帝天天不出门 她当上女帝以后 也没有人再去 再能见过她 然后她主要就是行一些巫谷之书 这就是善巫谷之书 然后谁来统治这个国家 有男帝左治国 有一个男的弟弟 辅佐他来治国 那这个就 那就很明显的不是辅佐了 就是这个弟弟在 实际上在掌这个权 而且某种意义上 这个弟弟是不是真的弟弟 也不好说 因为日本人在古代的时候 不太讲究血缘 就是咱们可以是 一父一母的亲兄弟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有利益关系 咱们两个只要有利益关系 咱们就是亲兄弟 其实这个也比较好理解了 所以你会看 你看三国志时代 那是公元二世纪三世纪的 那个时候对于他的记载 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就是一个虚均 再加上一个全程 那么2000多年以后到现在 依然是一个虚均 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历史关系 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历史关系 这个历史关系 是可能强大的抽出了我们的想象 所以这就是我一直提到 就是说 就是怎么去理解 一个国家的历史 咱们一定要认识来一个观点 就是地球到现在 已经46亿年了 人类的出现 可能到现在地球都没有意识到 如果地球有主观意识的话 可能地球并没有意识到 人类已经出现了 这就是卡尔萨根画过一张图 就是整个的宇宙的演变 人类可能要最后的那一针 对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一直比较反对一个观点 就是可能有什么先进的想法 或者先进的一种理念 我说实话 我是不那么赞同 但是我觉得理想肯定要有 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理想 都要有自己的追求 有理想的制度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其实人类整体的这种惯性 比起你所在思维王国里 你的理想王国里建立起来的东西 可能它的能量够强大 而这个东西并不完全是 我们自己内心的想构建出来 对 它有时候不是一个理念上的冲突 它是一个现实的环境 它是一个现实的环境 给你提供的 甚至就是一个土地土壤 对 这个也不只是这叫政治 这个很多方面都有 包括你比如说经济上也是这样 就是在你比如说日本的企业 日本企业里 现在也有很多类似这方面的这种东西 比如说这个企业的会长 他不管是会长就是个虚弦 是不是就是所谓那种什么取地意义 取地意义是董事的意思 董事 取地意义是董事的意思 然后最重要的是社长 就是取地意社长 取地意社长 这个是实权 或者代表取地意社长 就是代表董事 也相当于法人代表 法人代表兼 他也是董事 他同时也是社长 社长咱们应该理解为总经理 总经理 但是这个人其实比CEO 他的权力还要大 还要大非常大的一个权力 就是他其实是这个企业的真正领导者 就是其实还有很多了 包括刚才我说的 就是日本人不重视学员这件事 就比如说你看中国人 我咱们自己来说 如果我有一个企业 如果我是一个家族企业 那我还尽可能还要传给我的孩子 对吧 就算我孩子可能没什么出息 我会想弄几个顾名大臣 来辅佐他一下 但是我不会想到再去找一个更贤命的人 但是日本不是这样 日本就是说 他如果我的孩子不是很出色 我就给你一个干股 我保你一辈子荣华富贵 但是你不能染指这个企业的经营 这样啊 大量的是这样 这个也是从江户时代之后 一个非常越来越清晰的一个传统 你如果没有能力统领这个集团 这个家 你就不能统领 我因为从外边捡回来一个人 我就好好的培养他 那要这么讲的话 那像丰田张南 他后来也一直能够去执掌这家公司 丰田张南其实是一个算是丰田家族 就是很厉害的一个人物 他一开始也在外边自己创业 这么讲的话 他应该是挺有能力的 等于说他最开始并没有把他的 这个主要的行业 就是先放在丰田里面培养 而是先让他扔出去 然后扔到市场上 让他木花滚打 起来以后有能耐呢 我可以把你的公司收回来 然后再让你回到本家 你还可以继续当丰田的劳总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 你就不能回来 你家本田就是 本田宗一郎 创立了这个企业了以后 他上来就说 我们不追求家族经营 所以他的孩子就搞别的去了 搞赛车去了 日本企业是有一个惯性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宁愿传给女婿 为什么呢 因为女婿一般都是我的员工 一般都是我从员工里找 一个最优秀的 提拔到他当社长 当总经理 然后让他娶我的女儿 感觉这种故事就特别的那种 总裁文 就是人生赢家 人生赢家 对对对 允许白富美什么的 走上人生巅峰 但是这个前提是什么 这个前提是 你一定要有能力 这个前提不是 不是你允许白富美 走上了人生巅峰 而是你先走上了人生巅峰 你才有资格取这个白富美 然后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你是我们家里边 逐渐提拔起来这么一个人物 然后你来迎娶我的孩子 你迎娶我的女儿 你还信我的信 你会一辈子对我忠诚 这是日本人的看法 其实像现在的日本的 这套运行机制 包括无论是商业的 还是说跟政治有关的 其实我们回到19世纪 回到明治时代 其实甚至回到 你刚刚说到的 更古老的这些时代 都可以找到 其实这个国家的 就是这种传统的力量 确实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对 是的 日本这个国家 就特别吸引人的一点 就是它可能是世界历史上 可以说为数不多的 确实 能够在2000年前产生文明 同时又把这种文明 以一种很孤立的形式 把这些很底层的逻辑 以一种很孤立的形式 一直保存下来的 对 你像中国是一直很开放的 在迎接整个世界的变化 一波一波 一波一波的变化 但是日本不是这样 日本的所有的变化 它可能都是压在 以前的底层逻辑上 包括我就是想提到 普鲁士宪法 和明治宪法的一个区别 就是咱们现在大部分人 都会觉得 就是日本是一个德式宪法 对吧 我们继承 日本采用了德国的宪法 然后用了德国的 德国的 然后是一个很德国的国家 尤其是两个国家 在二战的时候 又是周星国 然后所以说很多 这个人也会认为 这两个国家很像 包括比如说 两个国家也都进行屠杀 对吧 日本人也有很多的屠杀 然后德国人 就是屠杀 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说认为 这两个国家 有很多地方很相似 因为确实有很多 很相似的地方 但是我就紧说 从宪法的角度 我们就回到宪法的角度 明治的宪法 其实并不完全 和普鲁士宪法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它建构的 底层逻辑就不一样 普鲁士的国王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 强悍的军人 这个历代都是这样 如果你不是一个 强悍的军人 你在普鲁士活不下去 因为普鲁士 真正等军事 没有一个人 真正实习带过兵 那这样的话呢 那你怎么去 这个在明治初年的时候 去建构这个国家 你如果完全 以普鲁士宪法 作为一个底层的话 其实是不够的 所以说这个 日本在搞这套制度的时候 他就做了一个 非常巧妙的处理 那就是他借助了 宫中集团的力量 让这些宫中集团的人 把他们顶到高位 把这些人顶到高位 让他们能够和自己 能够和伊藤伯温 这些在外边的政治家 能够形成相似的 这样的利益集团 然后由伊藤这样的 外边的政治家 来替代他们的作用 等天皇 你想发任何一条命令的时候 你的命令都要经过 身边的这些人的附属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天皇签一个字 没用 你比如说你天皇 想签一个主持这个国家 就是比如说什么 司法方面的问题 那你就必须要有司法大臣 跟你一起签 如果没有司法大臣 跟你一起签字的话 没用 这个东西不像 他其实有很多限制军权的 其实就是不想让你参加这个事情 你就最好不要参加这个事情 你的权利让给我们就行 让给我们就行 我们写好东西 你去你盖个章 你点个头就行了 你最好不要发出任何意见 所以你会发现 就是到后期了以后 天皇一认识到自己的权力 和能力比较小了以后 你会发现天皇几乎没有什么话说 就是底下送了一个文件 天皇可能就签了 上一个文件天皇就签了 大家就这样 刚其实也提到 就是当这个明智维新三节 那三位大的元老死了以后 其实明智本人他的这个从政的活跃度 包括他的政治参与 其实也客观上变得更多了 对是相对更多了 在1880年到1890年这个过程之中 相对比较多 是这样的 然后但是到了1890年 因为有一个大事件 就是明智宪法出来了 宪法颁布了以后 就某种意义上就是说 天皇他想说的任何一句话 怎么说 你为什么接触到的天皇 他说的话少 你知道吗 并不是因为天皇说的话真的少 而是因为天皇说的每一句话 他身边的人在记录的时候 和这个在筛选的时候 他是有一定的选择性的 就比如说你是天皇 然后呢 你今天说了一句不合时宜的话 你说我想 你说我想杀十个人 然后宫内大臣就 你说什么 没听见 没听见 只要我没听见 这个话就天皇就没说 难怪就是我们看到 那个记载中的这种天皇 总觉得是一种过于光辉的形象 对 你这个简直就像个非常和时代 格格不入的人 圣人 圣人 那么的儒雅 大帝 对 很儒雅 然后不轻易开口 对 因为不儒雅的话是不会记下来的 不儒雅的话不是天皇说的话 不儒雅的话是牧人说的话 是 是牧人说的话 牧人说的话不一定是天皇说的话 他可能自己本人也有自己的脾气 但是这些就在历史中就 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就被过滤掉了 对 然后以至于什么呢 就是包括在比如说甲午战争开战之前 明治天皇对于甲午战争的开战 其实他是很恐惧的 恐惧 他不是很愿意打这场仗 包括他在之后 他也说了一句特别著名的话 这句话留下来了 但是是以一个特别奇怪的形式留下来的 叫做什么呢 这个这场战争不是镇的战争 是大神门的战争 他不太想打甲午战争 他不太想打甲午战争 他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就还是害怕吧 我觉得也是比较简单的 也就是说毕竟啊 咱们现在来看可能咱们能分析出来清朝 这个有很多衰弱的地方 腐败的地方 但是毕竟清朝还是世界第三亚洲第一 这么一个舰队 然后呢 日本的舰队也是刚刚组建起来 没有人知道谁能打赢谁能打输 那在这么一个状态之下 就是日本跟这个清朝开战了以后 他其实在第一时间 没有人能预测到谁能赢谁能赢谁能输 包括跟俄罗斯帝国 跟沙俄在打仗之前也是这样 跟俄罗斯打仗之前 明治天皇也说了 他做了一首非常著名的诗 后来40年之后被他的这个孙子引用 昭和天皇 被昭和天皇引用 昭和天皇是一个特别 就是他在日本史上是个奇特的存在 就这个人 这个天皇在日本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 他是唯一一个是像昭和天皇的这样的 但是除去昭和天皇之外 就比如说明治天皇 在那个时候 明治天皇就是一个特别不愿意去打仗的 这么一个想法 我不太愿意打仗 但是很快他自己这个想法也没什么用 因为呢 这个大臣们都说要打了 你能说不打吗 对吧 是这么一个问题 但是呢 明治天皇我们也要看到啊 明治天皇也有很多 就比如说这个战役真正打起来了以后 明治天皇也有特别多的 就是关于战争的指点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这个人就是 可能跟他爹有点像 顺风倒 就是发现形势不错的 发现形势不错 可以扬国危于四海的时候 那我何乐而不为呢 这个时候他也会变得特别的激进 包括告诉前方要怎么打 要怎么打 要怎么坚持什么精神 什么正大的 这种词也会有 而且最重要的也是什么呢 大家也一定要记住 这种话是被他的身边的人筛选和记录下来的 包括那个这不是朕的战争 这是大臣的战争 这句话为什么会留下来 是因为当时很多人的预测是 有可能清朝会打败日本 那如果清朝会打败日本的话 留个底 如果打败日本的话 那是不是这个明治天皇会被追责呢 对 你要被追责的话 那你就要退位 或者说甚至有可能被干掉 那这样的话 我就一定要留出这么一句话来告诉大家 不是天皇下大的 是底下的大神没想大 后来昭和天皇就在利用这个东西 昭和天皇就多次的留下自己 我不想打仗 我不想打仗 我也不想打仗 我不想打仗 但实际上他是利用非常巧妙的利用这点 昭和天皇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昭和天皇他作为天皇的这个御人 我们也可以回头找机会 专门聊一期 然后说到明治天皇的话 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一期也算是 给这个明治大帝去了一下妹 可能明治时代确实是一个 对日本人来说激动人心的时代 但是明治大帝本人 其实他比较像个旁观者 但是里面还是有一些异类 出现了一些人 就是似乎也没有去试图控制明治 同时对他个人死心塌地 我想说就是乃不惜点 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如此 明治才格外的对乃木 确实有很多 很多很多 他和乃木的关系真的非常好 我也提到一些桥段 就是他乃木曾经在西南战争时期 打过一场特别著名的败仗 就是他去跟西乡龙胜打仗 他的军旗被人抢走了 这是一个特别 作为军人那时候非常耻辱的一件事 非常丢脸的一件事 然后乃至于当时的乃木都想自杀 后来被拦住了 然后结果过了个20年左右 然后天皇在南巡的时候 然后带上乃木西点一起 大家坐火车一起去 正好路过当年乃木西点 战败丢军旗的地方 然后天皇就专门写了一首和歌 去给乃木西点看 就告诉你 这个地方是你当年打败仗的地方 从这个角度来 如果你把它当成一队军臣 如果你把明日天皇当成军 把乃木西点当成沉 你会觉得这是一个讽刺 或者是一个特别大的责怪 是吧 你当年这打败仗的 这是你打败仗的地方 我告诉你 这是你打败仗的地方 你是不是觉得就挺 街上班 挺刻薄的 或者挺腹黑的一个人 但是其实你把这两个人的身份一换 你就不觉得是这样 你把两个人如果换成是老朋友 你把乃木西点和明日天皇的关系 变成一个朋友的关系 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就不那么简单 就比如说咱们两个是很好的朋友 然后你当年有一个糗事 我是知道的 到了一段时间 可能20年之后 又路过这个地方 我提一个 这当年你出手了吧 你会觉得这是对你的冒犯吗 不是这样的 这其实是调戏你 对吧 是一种调侃 就你会发现 其实明日天皇是一个很调皮的人 他并不是一个对乃木西点 我责怪你这件事情 其实不是这样说 我是在调戏你 为什么呢 因为乃木西点就是一个过分的 属于严肃 严肃又刻板 古板 他是那种相信50刀的人 他是一个特别相信50刀的人 所以咱们也要注意的 这个人一方面展示出来 非常强大的军人的特点 但是同时 他在执行军人的任务的时候 也是不留情面 所以他在吕顺大头杀眼 他搞的 乃木西点就是一个 特别标准的 这种日本50刀状态下 认同的一种军人的形象 而明日天皇对于这种形象 他一方面是喜欢 但是他同时也想调戏调戏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从明日天皇 他的角度来说 他可能觉得乃木西点 是一个调戏的对象 但是从乃木西点本人来说 你想他这么一个 就是刻板的人 然后听到这种消息了以后 他的感觉是什么 他觉得天皇又训我了 天皇还是提醒我 不要忘记当年的耻辱 我一定要更加尽全力的 报答皇恩 这就是乃木西点的思想 乃木西点 他就是这么想的 乃木西点就是这么想的 所以乃木西点 在后来日俄战争的时候 他打了 也算是打了胜仗 虽然也是产生 旅顺战争的时候 但是乃木西点 在回来了以后 他曾经一度想自杀 他就觉得 自己损失了还多的人 而且他自己的两个儿子 都死在旅顺了 然后所以他就觉得 人生没有意义了 他就想把这条命 奉献给天皇 他就大概是这意思 然后天皇的意思就是说 你先不要死了 你去教育我的孩子 所以他就把他任命 成了学习院的院长 所以乃木西点后来是亲手教过育人 他教过育人 育人天皇 就昭和天皇在 我记得应该是70年代 接受一次访谈的时候 还说过 自己回忆过自己几岁的时候 接受乃木西点的教育 包括他回忆乃木西点 自杀之前的状况 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 去世了以后 乃木西点 在明治天皇去世那一段时间 就表现的非常不正常 就表现的天天的不说话 眉头紧锁 那种状态 然后浑浑噩噩 行尸走肉那个状态 就是育人对这件事 还很有印象 那时候育人虽然也就10岁 但是育人对这件事 很有印象 所以乃木西点后来就自杀了 他应该夫妇 双双自杀 就是给明治天皇殉道 殉葬了 借川龙之介 就是文豪 借川龙之介 对这个事是有一个讽刺的 他说这叫前进代的行为 就是很中世纪的行为 就是确实也是 但是从 反正就是从明治天皇和乃木西点 这一段关系的角度来讲 你也确实就是说 如果明治天皇不是这么一个人的话 包括愿意去跟乃木西点这种人交流的话 因为你看真正的实际的叫什么 整个交流的过程之中 乃木西点和明治天皇 其实没有什么交集 他们两个无论是任职 还是管理的工作 两个人没有什么交集 两个人完全就是因为 就是一些比如说文学上的一些兴趣 比如乃木西点会写汉诗 会写汉语的诗歌 然后明治天皇喜欢和歌 然后两个人就互相之间 可以说是这么一个朋友的情感 如果不是因为明治天皇 愿意对他有这么一个情感的话 那也激发不起来 乃木西点50道的精神 最后去寻葬 也事未知己者死 事未知己者死 其实是这种状态 所以说从侧面来讲 就是你能够看到明治天皇 或许不是一个特别伟大的人物 或许不是一个 就是什么很高大的那种明治大帝 但他确实是很有人情味的人 他有一些自己的个人魅力所在 是 那反正今天我们聊了像孝明天皇 包括明治天皇 这非常有意思的一对他们父子 是的 我想我们咱们下期 还可以聊另一对父子 很有意思的大政天皇 和他的儿子 也就是刚刚消息老师说 日本历史上独一无二的 遇人天皇 遇人天皇 对 我们感谢再聊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感谢各位的收听 下期再见 好 再见